与尘一拳之心在于初 手从身法转 身随心念头 念头随小 意可置愿 所谓萧萧中带打 永春就是要把防守荣于进攻之中 十几月内防守已成为本能本 别有太多道士 当剑在弦上 专注进攻吧 没时间考虑上 永春挑手 一条逼近攻前锋 二条抄心开中门 三条靠身把装力 用步法把肩份自己给的牵手 有的人认为这个绑手好像一定要这样 或者是防什么下山这个更是错误的 绑手不是用在这些地方 防守我们知道有五种防守 有五种 我今天讲一个最 大家最常用的就是高防守 高防守是初学者最好用的 对方进攻 他打拳过来的时候 你的手 首先是护头的一个作用 类似于活击当中的护头的作用 第二 让你的手臂进入到他的一个中路的状态 桥手离他很近 这个时候要反击也非常快 我们在应用当中呢 对方不管他怎么打过来 绑手一定要高 迅速和马 进攻 不要为了速度快而去抢手 现在我做拉打 你看 这个是一个呆板的动作比较重复 他所以知道 换边 同样知道 我们需要的是招式的灵活多变 加上自己的身法 在这里 好 为什么这一次进攻有效 是因为我的身法有一个变化 随意的进攻 来 对抗联系中 不必真的发力 但切磨留手 如果我们的力量比对方大 那么这个摔法可以直接奏效 但是如果 我压不动他 他的力量比我大 最好的就是 削打 相互结合 对方收到鸡打后 来不及斗力 这是我们摔拿最好的事情 所谓的脚来脚下削 我们可以用脚 来进行防守 反击 两个动作 好 谁来试一下 前面的脚来进去的时候 我再打 按 然后这个按 其实就是多余的 这个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我的身法已经避开了 这个时候反而我的手在下面 会造成他的进攻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按掌 把这个手法去掉 反而用同边就是就近的手去进行击打 你喜欢什么距离上步抢弓 哪一种呢 去做一些想做的事 哪怕是一条漫漫长路 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得到什么 而是一路走来 我们没有亲眼放弃